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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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的 同学请放掌 我们现在进入的那个 就是进度已经到 法华经五重悬议当中的 贤体的这个部分 而这个贤体是我们上个礼拜 所进入的一个进度 也就是说五重悬议当中的 明体宗永教的贤体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所要进入的一个课程内容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 其实把那个名字 就是妙法莲华经五个字 妙法莲华经五个字的名呢 其实已经介绍完毕 那贤体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就进入的一个进度 其实就是投影片上的 总共有就是七个内容 在讲贤体 那我们进入的 其实就是广简纬的 这一个第五个部分 那我现在复习一下 就是有关我们上个礼拜 所进入的第一个 就是内容的正显经体的 这个部分 其实总共有四个内容 而这个正显经体 主要是在讲 就是法华经 它涵盖了一切实相 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 大概内容 那我们其实用那个四个角度来说 有关法华经的经体 并且呈显法华经 它的一个实相围体的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涵盖的内容 那其实讲的内容还蛮多的 因为初旧节的部分 还有在讲正名体的部分 其实就讲了非常非常多 智德大师的论述 非常的一个详尽 而呢第二个部分 是广简纬的部分 就是说其实要了解 并且说明实相的真正意涵的部分 其实要把所谓的一般讲到体 是实相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要把它做一个厘清 做一个分辨 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去凸显 真正智德大师所要讲的 这个实相的定义 所以其实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就是反简外简小简偏简 的这几个层次 这几个内容 其实主要就是对于所谓的 世间啊外道啊小圣 还有通教别教菩萨的 这样子的一个实相概念 做一个区分 因为这些其实就不是 智德大师所要说的 智德大师所要说的 就是原教实相的 真正的一个实相意涵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把 不是智德大师所要说的 先列出来 然后再把那个 真正法华金所要开显的 原教的这个实相 把它就是凸显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部分 其实要谈的这个内容 而我们进行的就是第五个 就是用辟语来做一个简别 从辟语上来做一个简别 所以看到辟语的话 就会比较轻松 因为就是看到一些故事啊 有没有 一些例子啊 其实就是经典上 所出现的这个内容 而后面的这样子的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呢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应该会讲到的这个部分 像比如说第三个 得一法义名的这个部分 我上面标示 名、义、体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体这一个部分呢 可以从三个角度来 做一个就是诠释 就是从命名、从义、从体 而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其实又有它的一个相通、相隔别 以及各个不同门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跟区分 所以它就有不同的状况 所以可能有一法一名 一法就是同名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还蛮就是蛮复杂的 但是其实还蛮精彩的 讲得非常详细 这是第三个部分 而第四个我会认为是比较重要 因为其实这个关乎到我们的修行的一个成就 所以就会看到是入体之门 入体就是入什么 入真理嘛 入实相之体 所以我们要如何入实相呢 在这边其实就不可以把那个自责当师的叛教 做一个就是完全不理 这里一定牵涉到自责当师的一个叛教 就是从整个佛教的一个概观 藏通别源 它对于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向门的说法 那向门的说法就是有关教门 那教门了解之后呢 其实就不可以会言 一定要讲到修行 所以一定向门之后 然后再会讲到关门的这个部分 就是实践 就是实现 就是要如何实践 然后才能够进入体的这样子的一个通道 门就是通道 这个是第四个我们所要谈的 而今天应该就会谈到第四个部分 因为第四个部分其实就是 非常非常的一个广博 在这样子做论述 而第五 第六 第七呢 其实算是一个小小的总结 因为其实可以看到第五 第六 第七可以一起看 因为是骗为重经体 骗为诸形体 还有什么呢 骗一切法体 就是总结实相为体这样子的问题 可以骗重经 骗重型 还可以骗一切法体 所以五六七可以一起看的 那今天我们进入到第四个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等于说对于体的部分 几乎等于说大概其实就可以就是介绍完毕 介绍完毕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我们就是有关第二个广简为当中的第五个 就是从辟域这个地方来做简别 有关体这样子的一个意涵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批域是什么 第一个批域 因为总共有三个批域 所以我们看经界三欲乃显伟真 煎饼开合破会等意 就是说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真 这个真到底是这个大师所要说的呢 还是不是 那从辟域上来做一个就是来做一个理清 第一个批域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三瘦渡河的辟域 那哪三瘦 就是兔马相 兔马相 其实我们偶尔常常都会看到 常常都会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辟域 譬如三瘦渡河 然后呢 同入雨水 那三瘦有强弱 河水呢 有底岸 而呢兔马利弱 虽然到达彼岸 但是浮浅不深 而且又到达不到底 但是大象呢 力量很强 聚得底岸 像这样子的一个批域 其实大概可以分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三瘦不同 就是三瘦的不同 哪里不同 力量不同 所以其实这边有看到 兔跟马的力量比较弱 而大象的力量比较强 而这边的力量其实就表示是 众生的根基 或者是智慧也可以 那因为智慧强 其实自己本身 其实所达到的一个能力 证悟 其实力量就强 这是第一个的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就是什么呢 它的岸 有没有踩到真正的底岸 所以说其实像 因为力量弱 所以它证悟的 其实就不到底 而大象的力量强 就可以怎么样 到底岸 所以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程度让同学去看 辟育它的一个重点 是在这个地方 那大概知道之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 那三瘦比喻的是三个人 三种人 三种根性的人 或者是三种行者 那就是身文言诀跟菩萨 所以水比喻即空 而底欲呢 就是不空 为什么 因为像比如说 身文言诀 它其实浮浅不深嘛 它到不到底 所以它没有办法 从空当中看到不空 所以它的一个底踩不到 所以它只能够怎么样 到达空而已 没有办法看到不空 所以为什么水欲即空 而底欲不空的 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那大象的力量强 它不仅可以看到空 而且也可以看到不空 这是属于菩萨行者 它的一个能力 它的一个能力 所以呢 二圣智慧比较少 不能够探求 比如是兔跟马 二圣就是身文跟言诀 那菩萨呢 智慧比较深 比如呢 比如是大象 那水软比于空 那同见于空 但是没有办法看到不空 那底 比喻的是实相 而这个实相 就是菩萨读道的 那智者见空 以及不空 见空以及不空 那这个就是有关 三受比喻三个人的 一个状况 然后道的这个部分呢 又分两种 比如说其实这个 虽然是兔马象是三种 但是大象还是有分 那个就是两种 一个是小象 一个是大象 那这样子的一个分呢 其实它的层次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小象 它只有到泥底 而大象呢 可以升到石土的这个地方 就是说有没有究竟 有没有究竟 虽然都是菩萨行者 但是有没有达到究竟的 这样子的一个究竟地 在这个地方是有区别的 所以呢 别字虽然看到不空 但是立别非实 别字指的是别教的智慧 别教行者的智慧 那别教其实它因为是格别的 空假中是格别的 虽然它看到空 但是它这个不是真正 所谓的石像之空 那要原教所看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不空呢 可以穷显真实 如是欲者呢 飞蛋可以减破兔跟马二胜的这种飞石 而且也可以减别 所谓的小象不空的一个飞石 所以真正取的是大象不空的这个体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晶体的这个部分 那原则上第一个批语是这样子做理解的 我最后面的这句话 跟教理有一点点关系 如果同学觉得有点困惑 没有关系 可以之后再慢慢去理解 此曰空中观为真替 作如此简也 就是说什么呢 这里的真谛其实是指的是 通教的一真跟二中 一真跟二中 就是说通教其实它有别入通跟远入通的这个部分 而那个空的部分是共的 所以是一真 二中是指别含通的这个中 以及那个就是远含通的这个中 所以这个二中是简别了别含通的这个中 就是淡中跟不淡中 所以此曰空中共为真替 作如此简别 简别什么 简别别叫的淡中 而取原叫的不淡中 不淡中 这个是曰空中共为真替的这个部分 然后在这个地方做说明 那如果说觉得有点困惑 没有关系 以后慢慢可以这样熟悉 这是第一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 第二个就是有关玻璃珠跟那个乳翼珠 两珠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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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 这两珠呢很像 行类欲同 但是呢 两者的功用不太一样 玻璃珠淡空 不能够于宝 那玻璃珠 亦空亦于宝 那玻璃无宝 那玻璃无宝 他这样子的比喻 是比喻的是偏空 玻璃珠能够于宝 比喻的是中道 比喻的是中道 那此就呢 有无何为俗 简尾 然后显珍 那金金体同如一珠 体同如一珠 同学可能会觉得说 到底是差在哪边 第一个比喻 跟第二个比喻 差在哪一个地方 差在能够于宝 其实表示是能够利益众生 差在这个地方 而呢 这里的空 不能够于宝 那就如同 身闻 那个圆绝的二圣者 入空 不能够于宝 没有办法去 那个广利众生 在这个地方 差在这里 而前面其实在 那个谈到的区分 是区分根性的部分 就是三圣根性的一个不同 而这里的区分 是区分在利益众生的不同 所以角度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但是所显现的 还是一样实在显现 实相之体 实相之体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底下 又约了一个如意诸为辟 就是不用讲到那个剖离 只有以如意诸来做说明 得诸不止利用 为诸而已 那智者得知呢 多有所获 二圣得空呢 正空 那就休息 菩萨得空呢 就是方便利益 普渡一切 那么这个就 寒中正地 尽其得失 金金呢 如智者得如意诸 然后以为金体 以为金体 一样的意思 就是以这个如意诸 当作是一种方便利益 方便利益 来那个做说明 而呢 二圣得空 没有办法 有那个方便利益的功用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第二个 波里如意诸 是从那个金体的功用性 来做凸显 那余宝可以利益他人 然后居有化他的 这个利用 所以呢 其实就以如意诸 来当作法华金的 金体的一个说明 金体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看第三个 的批语是什么呢 批语就是黄石中金 黄石中金 那黄石中金意思是什么 就是黄石当中有黄金 那这样子的一个 黄石当中有黄金 那不同的人所碰到 就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余夫呢 那他不知道啊 他不认识黄石当中有黄金 所以他看到他 还是像石头一样 所以把他丢在分会当中 都不会理他的 但是顾客得知呢 可以把他的那个黄金 融出 把黄金取出来 黄金比出来 保重而已 保重的意思就是什么 保 对对对 保持他的价值 保值而已 但是金匠得知呢 可以造作种种的一个 拆穿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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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拆穿还单 那个穿的意思呢 穿的意思指的是那个 手背上的一个装饰 装饰物 而呢 环呢 指的是纸上 就是手指 手指的这样子的一个装饰物 所以环跟穿 两个就是有不一样的一个纸色 一个是指的是手背 一个指的是手指 那另外呢 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大圣佛像的时候 其实会常常会可以看到 装饰物 有时候会装饰在头上 头上其实会有看到的 就是属于慢 就是花慢 那脖子上呢 其实大概会常看到就是阴落 阴落 就是花慢 阴落 拆穿还当 然后这个部分呢 常常就是属于 菩萨他的一个装饰的一个 代表的一个 那个就是装饰物 装饰物 所以这个 当然这样讲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金降得知可以 照做种种的一个 拆穿还当 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 大圣的一个就是表真了 大圣菩萨的表真 那先克得知呢 可以念为 金丹 飞天入地 门摸至月 便通自在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四种人 然后看到 黄石中间有 四种不同的结果 那我们看底下 就是 野人呢 就是比喻的是一切凡夫 虽然看到 虽然具足实相 但是不知道要去休息 那顾客呢 比喻的是 二圣人 淡断烦恼的一个 就是 矿 宝集 空精 更无所为 而金降呢 比喻的是别教菩萨 他可以散巧方便 知空非空 而且可以出甲化物 庄严佛土 成就众生 那先克呢 比喻的是原教菩萨 即是而真 那在出发心的时候 就可以变成正觉 得一身呢 无量之身 不应一切 而呢 在法华经取的 其实就是最后一种 取丹经 经丹 经丹 然后的这个始相 以为经体 经丹始相以为经体 这个是有关第三个 庇域 第三个庇域 那第三个庇域 可以看到 它其实 跟前面两种 庇域不同的地方是 第一种从 众生根基 第二个 从利益众生 第三个可以知道 它是从 政物的角度来看待的 政物的角度来看 所以法华经呢 得这个经体 那是属于 经丹始相 经丹始相的 这个部分 那三个庇域 就有三个不同的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角色的诠释 三个不同的一个 角度的说明 那旧童而为域呢 从初之后 同事与经 那就是凡夫严教 它其实都具有始相 那就是 它是他们的 相同的部分 但是有不同的部分 不同的部分是什么呢 初始 然后跟经 还是有不一样的 然后次 就是经呢 就是第二种 第二种 就是生物圆解 它只是宝质 它没有变成一个 就是器具 所以它跟器 还是一样 是不一样的 那第三种 就是菩萨行者 它虽然是有容器 变成器具 但是它跟那个丹 炼成金丹 还是一样 是不一样的 那有功用性的 一个强大 非常就是 天壤地别 天壤地别 这是有同跟不同 它的一个差别 所以丹色呢 静侧 泪若 轻油 柔软 妙好 起同 缓穿 丹色其实是什么颜色呢 丹色其实属于 日出的颜色 日出的颜色 所以这种 日出的颜色的清澈 跟轻油一样 柔软 妙好 然后跟缓穿 所散发出来的 这个颜色 哇 那真的是 那个环穿跟单色相比 真的无法相比 所以壮观爱色别 故故一种 此就与夺破会 减其得失 它也实际上是 有它的一个不同性 不管说是取语 还是那个赤夺的 这个部分 都有它一个 偏差的一个不同 那因此三欲者 那钱呢 欲根性 这是第一个就是 讲到的是根性 那根性呢 有浅有生 浅其得空 生得其甲 又得其中 那次呢 欲三勤 勤呢 但出苦 不至求 佛道 见真即席 勤呢 立别 不能够 缘修 或者呢 可以广大的一个 骗法界求 这个是第二种 第二种 第三个呢 是比喻方便 方便 就是二胜呢 方便少 守经而住 那别教方便弱 只能够延世隐身 那原教的方便更深 所以能够怎样 云吞 那汗 在这边其实在讲到第三个 虽然说 是从方便这个地方来讲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一个 就是贴切 就是原教的方便深 所以它的一个 功用的一个强大 更大了 它能够吞云纳汗 吞云纳汗 所以金明此经的一个十相之体 如大象得底 奸不可坏 就是说刚刚的那三个辟域 其实在这边讲的 其实它可以辟域什么呢 辟域体用宗 就是明体中用教 其实三个辟域可以把 其中的三个 其中的三个 那个就是五重旋翼的三翼 可以把它凸显出来 所以那个 那个第一个辟域 可以辟域那个体庙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大象得底 坚不可坏 所以这个十相之体 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的 那第二个辟域就是圆诸 朴域 那辟域它的一个作用 所以辟齐用庙 辟齐用庙 它能够普遍的一个就是利益众生 所以它的一个作用 是非常非常的 淑妙的 第三种辟域是巧智成仙 那辟域的是宗妙 辟域的是宗妙 为什么是宗呢 宗其实是 因为主要是它的一个就是 教能够契礼 而这个能够契礼的部分 其实是属于那个 从阴到果 它是属于宗的这个部分 所以辟齐宗妙 辟齐宗妙 因为它能够让众生呢 契入十相的这一个 佛因到佛果 所以这个是属于宗 以圣因果为宗嘛 从佛因到佛果 所以辟齐宗妙 这是有关第三个辟域 第三个辟域 如此三辟 其实三德 把这三辟可以归列 那个跟三德相应 就是剥弱解脱跟法生德 不中不衡 名为大圣 那在大圣中呢 别指真性已为晶体 这个真性 我后面写一个瓜谱 叫做 就是鬼 真性鬼 就是有关 我们那个 就是三鬼当中的第一个 拿比喻当作是晶体 这个部分呢 前面其实我们也有 稍微提到过 稍微提到过 在这个地方 其实算是把 那个智能大师 把它非常简要的 把它又把它写出来 又把它写出来 这个样子 那那个有关三辟 即是三德的 这个部分呢 就是有关法生 波罗跟解脱 像朱体 体的部分 其实就是法生 而呢 那个朱空的 比喻的 其实就是波罗的意识 而余宝比喻的 就是解脱 比喻的就是解脱 这是有关那个三德 这个部分 第六个呢 我们就物简的 这个地方来看 就是 福呢 法相真正 诚如上说 行为会礼 起得 敏替徒劳 是说 逐物生弥 逐物生弥 就是说 主要这个法相的 这个礼呢 其实还是一样 是要去行的 才能够真正的 能够会礼 才能够真正的 能够会礼 那如果说 只用言说 很容易让人家 产生迷惑 那底下 其实就是一个 比喻 为什么会让人家 产生迷惑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曲解 而不认识呢 他就说 逐物生弥 闻末未软 闻学未冷 闻背未硬 闻乎未动 终不能够见 乳直舍 就是说你不断的 在谈的时候 你没有真正去看到它 其实很容易会被 那个文字所曲解 而这样子的一个曲解呢 从这个故事 其实就可以 就是可以非常 可以真正的一个表达 为什么会被曲解 而这个故事 其实之前有说过 就是说 如有就是眼睛看不到的盲人 他不认识乳的颜色 乳的颜色是白色嘛 对不对 而呢 就有人问他 他就问人家说 乳到底是什么颜色 然后别人就跟他讲说 这个颜色是白的 而这个白色就好像贝壳一样 就好像贝壳一样 然后这个说 这个 这个盲人就说 这个贝壳 是如贝壳 他所发出的声音吗 他说不是不是 他呢 他的意识 他说不是不是 他说那像什么 他说像稻米的墨 所以 吻墨未软嘛 然后他听到说是稻米的墨的时候 他想到说 那他是不是软的 所以说他就问说 是不是像稻米墨色 这样子的一个柔软 他把颜色跟软 把它混在一起了 那对方就说 不是不是 他说 那像什么呢 他说像雪一样 墨像雪一样 然后他说 那是不是像雪一样那么冷啊 他说不是不是 那那个盲者又说 那像什么呢 他像贺一样 贺也是白色嘛 他说不是不是 那他说 那是不是像贺一样会动 他说不是 所以四种讲 怎么讲 都没有办法讲到说 真正白色的意涵 终不能够见乳之真色 所以这个意识的比喻 是这个样子 那情暗 业游何能道地 叫患求时 无有毛利 执己为时 于是妄欲 那此有比无是非 互起 更亦流动 云和明帝 就是会有 就是误解的 这样子的一个 情分在 所以其实 在讲到实相的部分的时候 真的要见到 才会真的 清楚知道 什么是真的是实相 什么是真的是 是白色 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有 这样子的一个 可能被曲解的 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所以若欲见地 惭愧有修 苦到忏悔 而投影片上 从上面这个地方 一直往下看 其实就是一种 实修的过程 实修的过程 它的一个 就是实修的一个接次 实修的接次 所以从这边 苦到忏悔 就可以知道 我刮虎欲 就是在 无品地子位之前 修无悔的 这个部分 所以苦到忏悔 那无悔就是忏悔 然后劝请随喜 回向根发愿 就是无悔的 这个部分 之后呢 苦到忏悔 然后忏悔 然后得力的时候 就可以积感诸佛 那会常会开发 之后呢 就入就是观心敏禁 入观行位 所以这个部分呢 观心敏禁 就是入无品地子位 入无品地子位 之后呢 性解虚荣 性解虚荣 其实就是已经是 六根亲近位 那耳时呢 其实游民暗中见物 仿佛不明 同学应该知道 在六根亲近位的时候 是相似级 相似级还没有见到 真正的这样子的一个见性 所以它是属于相似 所以他看到的法性 是仿佛看到 所以仿佛不明 然后如呢 暗中见物 物就是属于木头 所做的东西 人像 所以人物呢 从城上不了了 若能够安忍 法爱不生 无名呢 稀破 所以同学应该知道 在安忍之后 入法爱 离法爱的部分 是十圣观法当中的 最后一个 所以法爱不生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入 就是出注 所以无名稀破的时候 破一分无名 就是等于说是入出注 可以见一分法生 见一分法生 如呢 民进不动 进水 五波 于时 色相 任允自明 那之后呢 无名一分一分灭 法生呢 一分一分险 之后呢 就是清静心长衣 如是尊妙人 则呢 能够见波着 所以金碧绝缘 一指 二指 三指 然后分明 然后金碧 我相信同学应该知道 金碧其实是古代 制眼睛的一种工具 它的形状像箭头那样子 尖尖的很锐利 然后它刮 那个就是眼膜的 这个部分 那听说可以使 那个就是 有关那个眼睛失明的人 他可以复明 可以复明 所以他说金碧绝远 然后一指 二指 三指 分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其实这个是在 涅槃经所说的 就是说 那个梁一用金碧绝 那个眼膜之后 用一根手指看 指是盲者 他说可以不可以看得到呢 那个盲者就说看不到 之后再指二指三指 然后那个盲者就说 有一点点看得到 所以是二指三指分明 就是二指三指 有一点点看得到 那这边呢 其实有关一指 二指三指 这边其实有一点点 指涉 有一点指涉 什么指涉 就是说有关 这样子的一个三指 被张安尊者 把它比喻为 就是指的是空甲中山地 空甲中山地 所以 为什么在三指的时候 有一点点看得到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三指就好像 你已经入空甲中山地的时候 就等于入了初柱 十柱位开始可以少少见到法身 所以初指向 就是入空关 二指向入甲关 而三指向入中关 所以这边其实是有非常非常特色的这样子的一个指涉 所以金碧亦绝缘一指二指三指分明 所以在这边的那个就是文章文字的一个排列 其实也非常的贴切 有时候其实已经运用一心三观的时候 可以无明灭法身险 然后慢慢慢慢 那个就是一分一分险法身 一分一分险法身 所以二时见色 言有意识 言无意识 云和有 有的 有底底之色 就是有这个颜色跟眼相应 而地底之理呢 跟智相应 所以明之为有 就是有 有什么 有智 然后有地理 那无呢 无所谓的坚能转动之相 没有所谓的虚妄分别 以及妄想的这样子的一个相 所以有跟无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所以是有 然后也是无 也是无 所以论中说 一切实一切非实 还有一实一不实 还有非实非不实 如是呢 皆明诸法之实相 就说这个 实非实 亦实 亦不实 还有非实 非不实呢 其实都可以说是 诸法实相的一个 不同说法 不同说法 如呢 射立佛安住于实实相当中 我定呢 当作佛 然后为天人所尽 二时呢 乃可谓 永尽灭无鱼 那么这样子呢 世民真实见体 真实见体 那在涅槃经有说 那在涅槃经有说 就是八千僧文呢 于法华经当中 可以看到 如来信 如呢 秋说 东长 更无所作 更无所作 就是说 其实这种所谓的 法华信 众生接据 众生接据 佛信的这样子的一个 说明 其实在法华经 就已经有说了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到涅槃经来 来 这边来的时候 其实又再说一次 又再说一次 所以我们看 曰礼 明无所作 这个是从礼 从教 还有从行 这个地方 在讲到无所作的 这样子的一个实相 所以礼呢 明无所作 那么这个是属于 旧经之礼 教无所作 那就是 听到这样子的 一个教法的时候呢 更不他文 因为他已经是 真正的一个 实相之法 那行呢 无所作 就是修此行呢 就更不改策 如是等种种 无所作意 云云 就是从礼 从教 从行 这个地方 来说明 无所作的 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所以 立而言之 随至妙物 那么就可以得见 经之体 那当以随至妙物 之义 然后立 诸地 尽中 结结有什么呢 随情 还有随智 还有随智 智的这样子的一个分别 就是用我们的智慧 来悟得 所谓的经的一个 实相之体 而这样子的一个 悟得经的实相之体 它的一个方式 有几种的不同 就是随 就是圣者 随着众生的根基 随着 圣者自己本身的一个智慧 来度化众生 做说法 以及呢 两者兼备 就是随情 智 这样的一个不同方式 然后 见于情想 随取随智 明见经体 而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一个 就是教化 而让众生 得以见得 所谓的 法华晶之实相的 一个晶体 法华晶之实相体 法华晶之实相体 这是有关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的 这一个广简尾 在这个地方 其实等于说 把它就是结束 等于在那个 显体的这个第二个部分 结束 那我们看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就是一法一名的部分 那刚刚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有说到这个一法一名 其实是从三个角度来做说明 那这边呢 其实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看 就是从有那个就是 出一名 还有解释 辟显跟约四随 这个四个内容 的第一个部分开始来看 那刚刚所说的 那三个角度等一下会看到 等一下会看到 那我们看第一个 一法一名的第一个部分的出一名 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实相有很多个名称 而这个名称呢 其实在这里就总共列出了 十二个名称 那这十二个名称 可以观设到底下我们等一下要往下进行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看了一下 他的一名总共有哪些 出一名者 就是实相之体 只是一法 佛说种种名 什么名呢 来一名 妙有真善妙设跟实际 就是底下的这个名称呢 我在头影片的最下方 其实把它分成四个就是四个区块 而这四个区块呢 其实分别就是用有无 亦有亦无跟非有非无四门 然后来做一个区分 来做一个区分 那同学不妨可以看一下 不妨可以看一下 而前面三个是属于有门的这个部分 就是妙有 真善妙设跟实际 然后毕竟空如如跟涅槃 是属于无门的这个部分 就是为什么是无门 就是众生其实比较容易接受 无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然后以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来收彻众生 来度发众生 所以有不同的一个名称 这是有关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就是亦有亦无 它呢 就是有虚空佛性如来藏 跟忠实理性 这三个名称 我把它放在亦有亦无门的这个部分 那第四个呢 是非有非无 非有非无 就是非有非无中道 还有低异地 还有微妙即灭 而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都是跟后面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是会相关联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这一个 所谓的非有非无中道 同学一定会说 那怎么不是中道低异地 是非有非无中道 因为后面就是这样子 来做一个是名称上的一个说明的 名称上的说明 所以我们暂时以这样子的一个名称来 就是看 就是用四个门来做区分 而这样子呢 就是无量一名都是十项的一个别号 而且呢 十项也是一样 是诸名的义号 十项也是诸名的义号 什么意思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十项不同的名称 所指涉的 就是十项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功能 所以它的名跟义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 就是区分的 那因为这个所谓的体是圆容的 所以真正的经体 其实就是指的是十项之体 而呢 十项是诸法的一个义名 那也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法的一个当体 其实都是妙有不可破坏的 即使是诸名不同 诸名不同 因为每个名称的当体就是十项 不可破坏 那原则上其实就是 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 先做一个认知 先做一个认知 所以我们来再往底下看 这样子的一个名称的时候 我们来看就是 或者弥智 然后执名异解 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不同名称 但是有的人看到这样的名称 还是一样会 在名称上有所致爱 会执名 然后执着这样子的名称 而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镜中有说 无智一悔 则那为永诗 所以这样子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就是小圣论师 小圣论师呢 其实对于名相 其实会非常非常的一个注重 所以他会专于名相 然后因为不同的一个角度 不同的一个派别 不同一个不派 那有不同的说法 那因为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认知 而有起种种的这个增进 然后非法毁人 世代仿效 违法运筹 会有这样子 所以就是会看到 古代其实已会有论师 彼此互相攻击的一个状况 攻击的状况 这是小圣论师 小圣论师 那大圣学者呢 大圣学者也是 亦富如是 就是学妙有者 然后会自称至极 然后听到毕进空的时候呢 会生毁谤 不受其法 不耐其人 然后学毕进空者呢 然后就会自类捧去 隐正相及 推协向他 有就是有关有中跟空中 其实有很不合的这个部分 简单来讲就是有关 那个就是遇切行派 跟中观学派 两者其实在后代的 主师的一个论真当中 其实就会常常看到 也就是从印度那个 那个那个时代 就是有关于一些 行派跟中观论师的 这样子的一个论辩的一个状态 就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记载 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就是学妙有者 还有学毕进空者 然后两者 这样子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知见见解 而彼此互相的一个 争辩 争进这样子 而这样子的状况是怎样 他们对于实相的一个真正掌握 不够怎样 不够圆容 不够圆满 所以自得大师就举天主的一个例子 来做那个比喻说明 所以他们呢都不是天主签名 就是天主其实他有一千个名称 天主其实也是试题还音 所以就是有人就是听到试题还音 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会很欢喜 然后听到说 他是色旨的丈夫的时候 会生称灰 会产生嫉妒 对不对 会生称灰 然后听到帝氏的名称的时候 会生起恭敬心 然后听到居意的名称的时候 会骂入 会骂入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而不管说是天主 嗜题还音 色旨夫人 色旨丈夫 或是帝氏 还有居意 指的其实都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那将呢 恐其福不补其师也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会有自己本身对于名称的一个 不同认知 而有过失 那实相也是这样子 他其实是同一个法 所以岂可 磅一信一也 这个是有关那个对于 实相的一个见解理解 以及当时的一个状况 资格导师算是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 非常非常就是完整的 理清跟说明 还有当时大圣学者的一个状况 不是汉地才有 印度那个地方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了 就是对于空跟有的 这样子的一个偏执 而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争端 那我们看第二个部分 就是解释的部分 就是有关 刚刚所说的 就是对于有关实相 它的一个就是区分 它的一个区分的一个就是诠释 那它从明 还有义 还有体 的这三个角度 来看 就是它的一个义跟同 它的义跟同 然后来做区分 所以小圣明体由来意简 至而不论 所以小圣 在讲到体的时候是很简单的 所以这边其实就没有把 小圣的这一个体的这个部分纳入 而直接从别跟圆的八门 然后来做四句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做四句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而哪四句呢 就是 明 意 体 三个是同的 明其实就是名称 意呢 其实就是道理的意思 道理 或者可以代表说是记忆 有人这样子一个解释 体呢 可以说是整体 整体 然后就是这三个 明义体同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明义体 然后是意的 明义体是意的 第三个呢 是明义 这两个是同 但是体是意的 第四个呢 是明义 不一样 但是体呢 是一样的 体是一样的 总共有这四句的 这样子的一个分法 四句的分法 然后但是不要忘了 刚刚其实有跟同学区分 这个 那个就是有关这四句是明义体 但是刚刚的那个名称 那有把它分成四门 就是有无 亦有一无 跟非有非无门 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那个就是有关 这样子的一个名称的时候呢 在第一句 第一句的时候 它的一个区分是 初句者 初句者 妙有是明 然后真善妙色是意 实际是体 这是第一句 而第一句 这是第一句当中的 有门的这个部分 有门的这个部分 那同学或者可以参考 投影片 他的 我放在那个 就是图这个地方 我想会比较清楚 有门 然后是 的 明呢 是妙有 义是真善妙色 而体是实际 那那个第二句 第二句 第二个就是无门的时候 次以 必尽空是明 如如是意 而涅槃是体 然后次呢 以 虚空佛性是明 如来藏是意 忠实理性是体 第三个是 义有一无门 然后非有非无门呢 是以 非有非无中道 然后是明 第一义是意 然后唯妙极妙是体 所以如是的名字呢 所以 理去 它虽然是不一样 而呢 同用一门 一无有别 所以叫做 明义体同 同用一门的意思就是说 有门 然后它是 就是有门 然后无门就是无门 亦有门就是 亦有一无 就是亦有亦无门 这样子 非有非无就是 非有非无门 这样子的一门 所以他们的共用一门 是这样子的一门 一门 一门 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呢 到底是不是智者大师 所要说的这样子的一个体的意思呢 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局限性 对于有关这样子的一个实相的意涵 一门一门的区分 有它的一个局限性 虽然说是它是 做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分类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不同门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因为同用一门嘛 但是呢 它还是有它的一个不够就是周延跟那个就是相 相及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广设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的这样子的一个 的这样子的一个广播 这是有关第一句它的一个意思 第一句的意思 第二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明义体它是意的 明义体是意的 所以明义体是意呢 如妙有是明 毕竟空是意而如来藏是体 一样也是像刚刚就是的那个土是一样的 而刚刚呢是明义体是同一个句 同一个句 那第二个呢 同一个门 刚刚是明义体是同一个门 而这个是明义体是意的 就是四门都完全不一样 四门完全都不一样 而且三种都是不同 三种都是不同 就是明义体三种都是相意的 所以其实第二句所呈现的是 各个不相干涉 各个不相干涉 就是比刚刚它的那个局限性 以及个别 个别的这样子的一个 的那个个别性 其实更强了 更强了 所以我们看 就是 妙有是明 毕竟空是意 如来藏是体 那第二个呢 是空是明 如来藏是意 中道是体 那第三个是 如来藏是明 中道是意 妙有是体 而第四个 非有非无门呢 是中道是明 妙有是意 而空呢 是体 所以这个四门呢 是互相不同 而且三种 明义体三种 是个别的 所以叫做明义体 是不同的 明义体是相依的 明义体是相依的 所以它完全 更加没有那种 所谓的原种的特色 在第二句所呈现的是 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看第三句 第三句 第三句呢 它是明义 一样 但是体呢 是不一样 明义是一样 但是体是不一样 所以一样的排列 一样的排列 就是妙有是明 然后妙色是意 毕竟空是体 然后这样子的话 是有二同一别 就是什么呢 明义是一样的 妙有跟真善妙色是一样 但是体跟他不一样 跟他不一样 所以故言呢 明义同而体 亦呢 空是明 如如是意 没有是体 然后此呢 也是一样 二同 然后一别 就是什么呢 毕竟空跟如如是一样的 但是涅槃跟他们两个不一样 所以其余两门 亦如是 其余两门是什么 就是亦有一无 还有非五有非五 它的一个就是明义 也是跟上面的是一样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虚空佛性 跟如来藏是一样的 而忠实理心跟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忠实理心是体嘛 还有非有非无中道呢 跟第一异地是一样的 那唯妙极灭是体 跟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跟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可以看到第三个的这种 明义同而体亦 它是比较缺乏一个 统一的实相体 就是它对体 跟另外两个的一个区分太强烈 所以它对于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寒色度 起在这边其实是没有展现的 可以看到第三句 它的状况是这样 它的状况是这样 那我们看第四个 就是明义不同 但是体是一样的 比如说是妙有等 明 明 但是不同 真善色等 意义是有不一样 但是同归是一体的 没有第二个体的意思 更无恶趣 故言呢 明义是义 但是体是同 那其他三个也是如此 毕竟空跟如如 它的明义是不同 但是是同一个体 虚空佛性跟如来藏也是 明义是不同 但是都有同一个忠实理性之体 非有非无中道跟第一义 也是一样 明义的义是不同 但是唯妙极灭之体是一样的 所以看到就是 前三句明义皆不容 前三句就是指 有关刚刚的第一个 明义体是同 还有明义体是义 还有明义同而体义 就是前面三个 明跟义都是不相容的 那我们看第一句 第一句的一个状况 第一句是什么呢 第一句就是指的是 明义体是同的 明义体是同的 那它是什么状况呢 它是寻一名得一意 得一体 所以当门圆融不关于事 就是说第一句 这样子的一个明义体 它是同呢 它的圆融度只呈现在 有门的时候 这个明义体是相容的 但是有门跟无门 跟一有一无跟非有非无 就没有互相相关设 这是第一句的一个状况 第一句 同学还好吗 第一句是指明义体是相同的 第一句 所以第一句呢 它的一个圆融度 不够开广 就是它的一个局限性比较强 局限在每一门 每一门 每一门 局限在有门是圆融的 然后圆融在只有这个有门 然后有门跟无门 对不起 那这两个就是不同的 不同的 所以第一句的状况是这样 那第二句 第二句就很好理解 那就是寻一名 是意义 一体 然后体一名 最不容的 因为每一个都是隔别的 三者完全不相关 而且门门 完全都是互不相干设 所以第二句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最没有那一个圆融的特色的是第二句 第二句 而呢 第三句 第三句 就是有关名义同 但是体呢 是不同的 那第三句它的一个状况是 体呢 既然是不容 但是名义虽然是相同 那最后还是一样是不合的 这个都是属于别门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识 不得意者 争从此起 或者是小 零大 或者是大 多小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呢 就是小圣 欲断生死 那听到 毕竟 不但空 顺其情欲 未是但空 而子起 此真 就是小圣 其实的一个行者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听到不但空 不但空就是妙友了啊 但是这个时候 他不会认为说不但空 就是不但空 他还是会把它认为是但空 而在这个地方 听到名称的时候 就会有争执 就会有争执 就是有关小圣行者 就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实相的时候 所引起的一个争端 又呢 小圣 欲断生死 故呢 非有 就是 非有的意思 就是空的意思 所以破直 涅槃病 故呢 非无 闻中道 非有 非无 夫妻小行 小情啊 未是 极点 非有 非无 所以 故于呢 二门 多起 真境 就是对于小圣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 去除掉 有的这样子的一个 偏空的这个部分 然后面对有关这样子的一个实相的一个名称的时候 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争端的一个状况 若呢 闻中时理心 于小相乖 那么 则呢 不起 真 那 何者 就是二圣呢 往空 而今闻有 二圣 灰生 灭 至 那经文心至呢 于比 勤乖 故呢 不止 作真 是以 小灵 道大 故 真 就是呢 二圣行者 他也是一样是 呈现在属于偏空的这个部分 而呢 他 听到有的部分 就是有关大圣 有关大圣的这个心智的这个部分 其实 小圣 其实是落于偏空当中 而呢 听到心智 跟他其实是不相干涉的 不相干涉 其实跟他自己本身 所谓的 空的这个部分 是属于 不干涉 是相理的 所以其实 因为相理 没有办法去理解 所谓大圣 心智的这个区块 所以他其实就不值作真 就反而不会在这个地方起所谓太大的一个纷争 所以 但是 但是 会有一个缺失就是 他会把大圣法 把它当作是小圣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戒毒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所以还是一样是落入在他的一个王空的一个境地 但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大圣的心智的这一个这个区块 所以会有以小灵 然后到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 所以会起纯端 会起真端 所以为什么他不值作真 对心智 大圣心智的地方 他不理解 所以没有办法做真端 而呢 对于大圣有关 所谓的空 非有非无的这个部分呢 会把大圣的认知 拿来当作小圣 往空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这是指小圣行者 然后听闻有关大圣的这样子的一个实相 然后非有非有非无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情形 那大多小 大多小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呢 就是大圣学者见了共三圣人的一个空门 还有非空非有门 名同二圣不见生意 那么就会把他推属于狂向不真中 所以那个大圣 大圣行者 那他如果说是执着妙有的部分的时候 他执取有 然后对于所谓的空 还有非空非有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他就没有办法去了解真正的这样子一个生意 所以他执取有的这样子的部分呢 他就执取四门当中的两门 就是妙有跟亦空亦有这两门 然后把它引示原常之法 输二不输二就是怎么样 输哪两个二 输空跟非空 非有这两个二 而呢取什么 取妙有跟亦空亦有这两个 所以此正人少可 若知空呢 若知空呢 是不但 非有非五呢 是遮二边者 那么四门俱夺 而呢 小苦争于二门 这个是有关对于大圣行者 然后执着在妙有这个部分的时候的一个偏执 所产生的这个状况 那就是有关他对于知道空是不但空 然后又知道非有非五是遮两边的时候 然后在这里呢 在这里其实就是把所谓的这样子的认知 反而对于妙有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的一个程度的一个深入 其实这里也丧失掉了 这里也丧失掉了 这些有关对于所谓的标榜 并且执着所谓大圣的一个行者的时候 或是大圣认知的时候的一个状况 又呢 大圣四门 名义不容 门门各征自相吞噬 旷而小圣 然后野甘岸灵夺狮子 你当不淡而乎 所以三聚生真 非金金体 就前面三聚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都不是智者当师所要说的 就是有关名义体同 名义体益 还有名义统而体益 得这三聚 都不是法华金的金体 那真正的第四聚呢 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谈 下一节课再来看 同学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好 同学奥弥陀佛 好 我们接着再往底下看第四聚 应该还不会太那个 那个那个搞不清楚 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第四句 应该还算清楚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进度来看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看智耳大师如何去诠释有关体 然后他以那个名义体这三个字 这三个意识 然后来做那个对于体 他真正意识的一个表现这样子 而真正第四句 名义意而体同 这样子的一个第四句才是真正智耳大师所要说的这样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实相的含义 他说呢 体有重义 但是而且功用很多 功用甚多 四门呢随缘种种义称 四门就是哪四门 就是有无 亦有一无 跟非有非无 所以这四门呢 其实就随着众生的 种种因缘 种种义称 但是呢 有不同的名称 但是他体是可以相容的 而呢 原印重名 就是说 其实有各个不同的一个名称 但是呢 他的一个体的这个实相意涵 是没有改变的 而且是可以相容的 所以法体系同 意名意义 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不会有所争端 而不争 其向云合 金当略说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 志尔大师把第四句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把他就是肯定的一个说明 那在这里呢 其实就是引了无量义经 说无量义者 从一法而生 这边其实一下子 就把他点出来 这个无量义 他的一个就是 无量义 还是来自于一法而已 所以这个一法就是实相 实相之相呢 无相不相 不相无相 那么这个就是称为 称为实相 说有也不对 说无也不对 然后这个是从呢 不可破坏真实得民 不可破坏真实得民 那又此实相呢 诸佛得法 那么就称为妙有 那妙有虽然是不可见 但是诸佛能见 所以称为真善妙色 这个就是把这个种种不同名称的由来 把他说出来 把他说出来 我说为什么叫做妙有 为什么叫做真善妙色 有他的一个理由 有他的一个就是名字的一个缘故 那为什么叫做必进空 因为实相非二边之有 所以叫做必进空 为什么不是二边之有 空也是有的一种 叫做有空 有也是一种有 所以有有 所以去掉有跟空 而达到必进空 所以是实相不是二边之有 顾名必进空 空里占然非一非一 所以叫做如如 然后实相极灭 所以名为涅槃 那绝了不改 所以叫做虚空佛性 多所寒荣 所以叫做如来藏 如来藏其实就是 以那个寒荣来做一个就是表真 那其照灵之 所以叫做忠实理心 不依于有 亦不负于无 所以这个叫做忠道 所以忠道其实就是 不偏于有 也是不负于无 的这样子的一个忠 最上无过 所以叫做第一 一帝 如是等种种意名 具名实相 种种所欲 那这个其实都是指的是 实相的功能 体是圆的 名义无格 那以这样子的第四句 就是经之正体 就是法华经的一个体 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所以 复赐 诸法既是实相的意名 而呢 实相当体 又实相 亦是诸法之意名 而诸法当体 这两句话其实有一点是 道庄句 道庄句 那这两句话其实在 头先一开始 在讲到一法意名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看到 在这个地方 其实又把它呈现出来 那主要是 讲这两句话 底下 其实就是在解释 为什么是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所以我们看 妙有不可破坏 顾名实相 诸佛能见 所以叫做 真善妙设 真善妙设 不杂与物 所以名为必尽空 无二无别 所以顾名 如无如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不同名称 跟前面所谓的 那个显示 那个实相的功用 所诠释的角度 又不太一样 那绝了不变 所以叫做佛信 含背诸法 所以叫做如来藏 即灭灵之 所以叫做 忠实理心 离 周离诸边 所以叫做中道 无上无过 所以叫做第一地 所以一法当体 随用力称 力此可知 而这边呢 其实都是在说明 诸法是实相的一名 而实相又是诸法的一名 那这个是实相当体 而诸法当体 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那涅槃经说 涅槃经说 解脱之法 多诸名字 百句解脱 执意解脱 就是从多呢 然后设为于一 设为于一 当然一呢 也可以把它展现为多 展现为多 那这个呢 讲这么多 其实讲的只是一种解脱 只是一解脱 那大致的论上说 若如法观佛 般若与涅槃 那么这三呢 其实是一项 其实五有义 就是观佛 般若 还有涅槃 这三个 其实是一项的 若得此义的时候呢 这道种种名 都是实相 也是般若 也是解脱 所以实相般若解脱三法 然后是诸法名 也是诸法 是三法之体 三者是一而三 三而一的 一而三三而一 这个都是对于 有关那个 第四句 以及那个体 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底下呢 浙大师就用那个 辟语来显示 有关这样子的一个 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涵 当然跟我们前面三句 四句 还是一样是有关联 就是有关 名义体同 然后名义体义 名义同而体义 名义义而体同 这四句 在这个地方用辟语来做说明 来做说明 第一句 譬如一人名金师 能够断金 那么他的体是黄的 所以譬如是初句 然后这个初句呢 其实是名义体同 就是他的局限在哪边 他的局限他是黄的 所以他跟其他颜色 并没有交涉 没有交涉 所以这是第一句 他的一个局限性 那第二句呢 譬如一人他名亲 那能够做妻 那起身百尽 又一人名乌 能眼珠 起身择子 如是等 无量百千 铭记深意 譬如第二句 我觉得举例的太好了 不同人 不同的记忆 然后比喻第二句 名义体不同 而且他的门也不同 所以这个局限性更强 局限性更强 就是他的一个不相关 而且没有完全圆融的特色 是第二句 第三句 譬如百人 同性同名同姐一记 而呢 其身各异 那就是 比如第三句 就是什么呢 名义同 因为同性同名嘛 那但是呢 体异 因为他们是不同人 身各异 身各异 所以这是属于第三句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第三句的说法 那我们看第四句 第四句 第四句就是 名义义 但是体同 名义义 但是体同 那就是 譬如一人 遭乱家果 处处换性 处处便民 如呢 张仪犯礼之类 涉多官职 身被重卫 若呢 从多记得名 就是书画金铁等诗 若从文官 然后就是 如临中善 如临中善 就是文官的名称 那他们其实就是 指的就是文官 那从武官呢 就是雄曲跟次妃 那雄曲跟次妃呢 是武官的名称 武官的名称 这边呢 有两个人 就是有关张仪跟范吏 那这两个人 我相信同学应该 还蛮熟的 还蛮熟的 那自得当然是 引这两个人 先看张仪好了 张仪他是属于 春秋战国时代 他是属于跟苏秦 两个不同的 那个派别 派别的一种 但是他们两个 好像都是 侍奉那个 就是鬼姑子 鬼姑子 在这边顺便讲一下 春秋时代的历史 的一个典故 而呢 那个在张仪 他是主张的是 连痕 连痕 苏秦是合纵 苏秦是合纵 而呢 谁先提的呢 苏秦先提的 就是他们两个 是师兄弟 就是苏秦先 那个出来 然后以主张 那个就是合纵的 一个政策 那合纵 我相信同学 一定知道 就是合 就是众 众多小的国家 一起 攻一个强大的国家 这是有关合纵的一个政策 而合纵最后被那个 张仪所破坏 张仪呢 他就是主张 那个就是 以就是 以那个 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来攻 众多弱小的国家 其实这个都是属于 人性的弱点 像合纵政策 当时其实就非常成功 就是张仪的这样子的一个合纵政策 而他的一个破坏点 其实也是人 就是人性的破坏的一个 很弱的一个脆弱点 然后被张仪所抓到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个合纵政策是 很多弱小的国家的一个结合 所以弱小的国家 当有内部的一个矛盾不合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脆弱的点 所以张仪其实就是取这样子的一个脆弱的点 以利益来利诱 然后攻其内部的一个矛盾 然后联恒 然后怎么样 亲情 就联合那些就是内部矛盾的一个国家 然后亲近秦国 之后再攻其他国家 当然这样子 其实就取得很强大的一个成功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合纵政策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其实他接近了秦国 他主要是齐国的一个 就是齐慧王的一个就是亲信 但是后来他亲近齐国、燕国、赵国、韩国、魏国 他说服各个诸佛来亲近秦国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亲近过程 在这边其实就被智者大师所把它举例出来 因为有不同的一个身份 不同的一个就是使命 然后亲近不同的国家 所以到最后 其实联合政策被张仪所破坏了 所以用那个就是处处换性、处处变名 然后处处不同的一个身份 来说明张仪 而以张仪这样子的一个典故 来作为第四句 就是有关那个名义义 但是体同 都是张仪一个人 的这样子的一个举例 来说明第四句的一个例子 这是张仪 这是张仪 不同的身份转换 而呢 但是都是张仪 都是张仪 而范仪呢 也是一样 但是两个 好像不太一样的一个结果 范仪其实主要是 师式月王勾剑 术师月王勾剑 有成功嘛 月王勾剑到后来 其实有那个就是 打败吴王夫差 然后但是那个月王勾剑成功之后 要封范礼他的一个就是官位 但是范礼其实没有接受 所以范礼没有接受之后呢 他自己跑去隐姓埋名 隐姓埋名 然后呢 后来其实因为隐姓埋名又做生意 然后又变得很有钱 而且在当时其实又是一个大布施的一个施主 然后后来人家尊奉他为陶朱公 一样不同的各个不同的一个名称身份 但是都是范礼这样一个人 所以在这边这两个人呢 其实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不同身份 不同的一个特色 然后不同的一个角色 然后被那个就是智德大师所引用 但是所呈现的就是一样的人 就是张义跟范礼 所以呢随处换名 辟名义 他换成不同名称 名词义 随即得称 所以譬如是义义 他的一个不同的记忆 不同的一个角色 然后运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但是体是依的 更非一人 不是其他人 所以经中有说 王家立誓一人当千 此人呢未必立敌于千 是因为种种记忆 能够胜过千人 所以叫做当千 公骗众计无计不通 事据于众微 无关不利 事呢不可坏人 妙计数人 有体器人 无过患人 骗通达人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 能够破敌人 上族信人 不采集人 多知人 中数性质人 顶盖人 而这些所说的都是属于 第四句法 第四句法 然后辟显 灵然 就是非常非常明显 所以知道前三句 是属于别教的意涵 而后一句呢 是属于原教之意 原教之意 原教体的这一个意思 原教体的这个意思 所以这四句就可以知道 自尔大师所指涉的 就是第四句 所要凸显的 就是第四句体的意思 体的意思 它有一个就是相色 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意涵 而且圆容 圆容 那所揭示的 其实就是实相的本性 实相的本性 那我们来看底下 有关约似水的这个部分 就是似水 其实就是随顺众生 然后度化众生的 这一个部分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问答是 实相依法 为什么名义要这么多呢 名称还有它的一个意思 为什么要这么多 那自尔大师就说 还是一样是随着 众生跟基种种差别 所以有什么呢 随负 欲 负义 负质 跟负物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同 那这个部分 这四个其实就是随众生之欲 其实也可以把它等同于 那个四西坛的世界西坛 然后各个为人西坛 然后对治西坛 还有第一意西坛 这个是有关四随的这个部分 随着欲 随移 然后随治跟随物 例如世间之人 学术 那么则舍大 这边其实我就把它标示在 投影片上 那同学可以参考 因为如果没有那个 就是 就是古德的著述的话 很难去理解 这样子的 句的词的意思 术的意思 就是主要是学那个小圣的这样子的一个树论 那小圣嘛 那他学树论 其实就会舍去有关大圣之法 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然后修大圣之法呢 就会有弃小圣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习空呢 的人 那么就会 不喜欢有的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善地 那么则谈中 善地的意思就是善地论师 地论 实地经论的人 那么其实就会谈和有关中论师 因为有关地论跟中论 其实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就是有关有跟无的这样子的一个偏颇的一个 就是趋势 因为地论师其实主要还是属于士卿菩萨 他所做的那个实地经论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而士卿菩萨还是偏向于于解形派 于解形派也是在 比较倾向有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张 而呢 有跟所谓的中观师的这样子的一个中论师 倾向空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张 是两个比较有不同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趋势 而后代人呢 尤其是世间人 在面对这两种的一个比较格别的一个论述的时候 常常会有所偏取 所以常常会有所争端 是在这个地方 比较注意的是善地者谈中的这样子的一个词 就是善地论师的 那么他其实就会谈赤有关中论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观点不同观点不合 所以既不欲文呢 文之不悦 无心信守 不灭烦恼 不发大心 各于呢 极点 然后偏袭诚信 就是会对自己本身所喜好 所兴趣的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有没有 会倾向于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所以这样就会有偏颇 那就会得作未来文法根源 如然于时以佛言观其信等诸根 亦若干言辞 随应方便 而为说法 那为有根信者 那说妙有 真善妙色 不为不逆 信戒忍尽 荡处空见 那么这个就能够误入 然后弃于实相 这是有关 还记得吗 那十二种实相名称当中的前两个 当然包括实际 大家这里没有列上去 这是对于有 就是对有根信 就是有的这样子的一个观点的根信者 这个就是有根信 有根信 所以真的要广学 所谓的佛法的一个必要性 就是自己本身不要有太大的执着跟偏好 这样你才能够广纳不同的一个说法 不同的说法 那如果说偏好空 那其实对于有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其实就没有办法去接受 那对于空跟信者 那其实他就会说 毕竟空如如涅槃等 然后地听地受 以善公恶 无相最善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看来 这个都是一种 如来全巧方便的一个度化众生的说法 因为众生偏好空的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为呢 亦空亦有根信的说 虚空佛信如来藏忠实理心 心然起善 离呢 非心尽 那为 非空非有根信呢 那说的是 非有非无忠道 遮于二边 不来不去 不断不长 不依不义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用四句来做解说 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完整 原来其实佛法的内容 是这样子做区分 可以这么的清楚 在这边其实就可以知道了 那欲得天文 心如可饮 心乐休息 众善发生 直见皆雀 无二不尽 第一礼呢 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可以豁然明发 所以不管说是 偏好是哪个根信的 其实都可以 通到第一礼 真正的实相之礼 真正的实相之礼 所以 随此四根 故呢 四门 一说 说义 所以说是 明义 不同嘛 不同说法 所以名称就不同 所以 公用别 所以故呢 义义 那它的一个理 物理 它是没有第二个理的 体重是义 所以 求那宝摩云 求那宝摩是那个 我们古代就是 的一个 那个非常有名的 易经大师 三藏的一个 就是法师 那说 诸论各异端修行 利无二 偏执 有是非 达者 无为真 所以真正能够达到 没有所谓的 这样子的一个 争端的 其实就是你要通达 这样子的一个实相之礼 你要通达 不要偏执 不要偏执 故呢 似谁舒畅 是呢 一时之意 明耳 虽然说是 虽然不一样 但是所要诠释的 就是实相之礼 就是实相之礼 没有第二个实相之礼 是一个实相之礼 这是有关 我们那个就是 第三个 用辟语来显示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那底下 进入我们的 入实相之门 这个很重要啊 讲了那么多实相 我们总是要 亲自去看一下 到底要 什么是实相 什么样的一个实相 让自责大师 或是让我们 其实这样子 不断地去理解 要真正见到 才是真正的 了解 才是真正的了解 我们来看 入实相之门 福呢 实相又为 其里 冤 如的呢 绝货 必甲非梯 欲弃真缘呢 要因叫行 所以用叫行 当作门 当作门 前面是比喻啦 就是说 我们要登到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 冤货当中 一定要非梯 要有工具嘛 对不对 那我们要 弃得到 这样子的一个 真实的 这样子的一个实相之 礼尽的时候 那一定要有工具啊 而这个工具是什么呢 这个工具就是叫跟行 以叫行为门 这个门就是指什么呢 气入的一个 就是通达的一个道理 门就是一种通道的意思 门当作 为叫行当作是一个通达之路 通达之要 那夏文云 就是以佛教门出三界库 佛子行道义 来世得这作佛 门名能通 此之未也 门就是能通的意思 那有四层意思 有四层意思 第一个就是说的是门相 第二个就是 事入门观 就是说门相的意思就是 入门的这样子的一个教相 入门观 就是修行的观门 而这个门其实就是 治耳大师的一个叛教 就是藏通别远 我们底下等一下会看到 之后呢 就是第三个就是 事出个庙 就是有关 开显 真正的所谓 原教才是真正的 庙法的这个部分 那第四个就是开显 开显 就是法法皆妙 这是有关第三个跟第四个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 略是门相的这个部分 略是门相 是门相者 福呢 佛法不可宣示 复原说者 必以四句来诠释道理 能通行人入真实之地 那大致多论上有说 于如是法说第一义西坛 所谓一切实一切不实 看这里又是四句了 一切亦实 亦不实 一切非实非不实 那如是呢 这个都可以称作是诸法的实相 那这个实相呢 尚非是一 哪得掩饰 所以当之呢 这四个都是入实相之门 入实相之门 都可以通往实相的意思 就是这四门都可以通往实相 那我们看 又云呢 四门入清凉池 那么这个门呢 是无碍的 非为立者得入 顿者呢 也是一样是可以入的 非为定者 那善心专制 精进者 也是一样是可以得入 所以可以得入的 没有说只有什么样才可以得入 都可以 又云呢 波罗有四种相 那四种呢 就是有相 无相 乃至非有 非无相 还有什么呢 亦有亦无相 对 所以波罗呢 尚非一相 何况是四相呢 所以当之 亦是 入波罗之门 说讲到这么多 其实它是一种 进入波罗门的 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通道 这样子 所以又云 波罗 波罗密 譬如大火焰 四边不可取 邪见火烧故 所以说若呢 不触火 那么温身 熟食 若触火者 那么火呢 其实就会烧身 火就会烧身 那身呢 既然是被烧 那温食 五用 四门呢 本通 薄热 这个火的意思就是 你执着那个法了 对不对 那对于你而言 就完全就没有作用 所以四门呢 本通 薄热 除烦恼 办大事 若取 灼者 那么就会成 邪见 就是取 灼 那就会烧于 法身 烧于法身 所以 要非常知道 这个法法 都是一个工具 所以 那个 到达彼岸的时候 工具就要舍掉 你又取着 那就会变成斜见 就会烧于法身 所以 法身既烧 那四门通何等 所以 若不触火 门呢 则能够通 所以其实对于 这个所谓的 门的部分 还是一样是 不可以去取着 取着 其实就变成 是一个剑了 对不对 剑其实就是一个 货啊 对不对 那剑是货的话 其实就没有办法 能够通达 就是所谓的佛道 不能够通达佛道 好底下 以呢 佛教为门 教略为四 教略为四 若以一教呢 以四具权力 那么 即是四门 那四四合为十六门 四四合为十六门 有时候其实以佛教为门呢 其实总共就是 四教有四门 何为十六门 意思就是 总共有什么 藏通别缘四教 那四教呢 其实有 每一教都有四门 那四门 刚刚其实有说了 就是一切实 一切不实 一切一实一不实 还有一切非实 非不实 所以呢 四成以四 就是十六门 就是十六门 这个是以佛教为门 以佛教为门 常常会有这个数字啦 这个数字是有来由的 有来由的 若以行为门的时候呢 那这个行就是 丙教官修 修官 丙教修官 那这个部分 就是说 依照藏教 那修藏教的官法 通教修通教的官法 别教 原教 修别原教的官法 就是丙教修官 然后因斯 然后德路 那么这个就是 以行为门 借着教 然后发真 而正德所谓的 我们的那个 就是法性空性 那么这个就是 以教为门 那若呢 出文教 如呢 快马见边引 即入正路者 不虚修官 这个是指立根者 这个 这种人其实比较少啦 当然我们其实也 才没有办法达到这样 不用修官 就可以入正路 那若呢 出修官 如呢 夜见电光 那么即得见到者 那么 更不更虚教 便是往袭上根袭手 有这样种人 他其实 刚刚修官就可以上手 而刚刚修官就可以上手 不用教法 来去做询问的人 那像比如说谁呀 六祖慧能大师 对呀 这样子的话 其实往袭上根 够手啦 我们都还不够 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不需要教法 那今呢 与教门得通 那么这个是属于性行人 那么在官门得通呢 是属于法行人 因为性叫法 而得以通达 叫性行 然后在修学官门的 这样子的一个法的时候 而得以通达 那这个就是法行人 法行人 那这个是有官 就是修学的一个不同 若闻不及物 那么这个就需要修官 那于呢 官物者 那么这个就会转成法行 法行 依法而行嘛 对不对 那转于官物 就是依法而行 就是法行 那如果说修官不物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叫更要听法 那听法得物 这个就转名为信行 转名为信行 就是说其实 更加在法上得到 更大的一个信心 教呢 即为官门 那官呢 即为教门 两者 其实不可以把它做切割的 不可以做切割 那文教而官 官教而闻 教官相知 则通入 而能够成就 所谓的通达之门 通达之门 则通入城门 通入城门 那教官和论 那么则有三十二门 什么意思 就是刚刚不是有十六吗 对不对 十六是属于教门的这个部分 教门十六再加上官门十六 加起来就是三十二 所以教官和路 那总共是有三十二门 总共是有三十二门 而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呢 其实都是属于大数 属于大概的数字 不是说真正的法就是这三十二门 可以入的法而已 不是不是 那这个是大约大概的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细循于门呢 其实有无量无边的 无量无边 那底下就是这当师所做的比喻 就是五百声音三十二不二门 善才有法界 指无量知识 说无量叫门 无量关心 前面这三个都是比喻 这三个都是比喻 像五百声音 五百声音其实我们已经有就是读过 这个是出自于涅槃经 就是五百比丘 然后各个说 能够就是成就这个身体的一个音 那就是他在修音的这个过程 所以他就问摄利佛 他说佛说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 声音成就这个身体的一个音 最初之音 那那个摄利佛就说 那你们呢 其实都已经各得解脱啊 应该自己知道啊 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一个问 这样子的一个问答呢 然后就有比丘说 我还没有得到解脱的时候呢 就会认为说无明是这个 成就这个身体之音嘛 那我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观法的时候 所以我得到阿罗汉过 那有的说其实不是无明耶 我的是爱耶 我是说有的说是爱 有的说是心 有的说是无欲 那五百个阿罗汉所说的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因为他们要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嘛 所以就跑去问摄利佛 那摄利佛呢 其实没有办法做解答 所以又跑去问佛陀 那佛陀就跟他说 他说的都没有错 无非正说啦 那为什么呢 其实都是因应个人的根基 随情 随他异语 还有随智 随情智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都没有错 所以都没有错 所以他的教法是无量的 这是五百声音 以前我们其实已经有 就是看过 有看过 而三十二不二门呢 是出自于哪一部经呢 唯莫结经 唯莫结经 就是唯莫结经 在讲到不二门 入不二门的时候 然后其实有三十二个菩萨 那每一个菩萨 他说了都是 他这个菩萨所认知的不二门 最后的一个菩萨 倒数第二个的 应该是文书势力菩萨 最后一个就是唯莫结句子 唯莫结经是 很精彩 非常精彩 就是在唯莫结经所说的 三十二不二门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入不二门 在唯莫结经里面 就呈现三十二种 三十二种 那这边其实也是呈现 很多的仪式 有不同的说法 更多的就是 善才通子 有法界 识无量的善知识 说的是无量的教门 无量的观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教法无量 官法也是无量的这个状况 非常非常的一个殊胜 还有丰富 还有丰富 如洗剑城 千二百门 十项法城 其为一辙 所以这个洗剑城 其实指的是道立天 帝氏所住的这一个城 那这个呢 其实有千二百门 千二百门 而这个洗剑城 另外一个犯法是善剑城 善剑城 那这边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要讲的是 它有很多门的意识 那十项法门 一样 起为一侧 就是要入十项的这个法城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呢 所以经中有说 说种种的一个法门 然后宣誓于佛道 今呢 且约四教 来说明十六门的这一个相貌 就是四教 就是哪四教呢 就是藏通别缘四教 然后每一个教呢 又有四门 就是有无 亦有一无跟非有非无 当然一前面的时候 有说到就是一切实 一切不实 一切意识不实 还有一切非实非不实 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就是这样子 一个教别 一个教别 来做那个阅读 来做阅读 所以有读过 有关天台的一个 就是叛教的时候 再来读这个 真的很像在复习 很像在复习 越复习 其实是越熟悉 越熟悉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三藏四门的 第一个 就是有门的 这个部分 有门 第一个 明有门 为生食法 本费是性 为成父母所作 乃是无名正淫缘法 出生出行 然后烦恼 夜苦三道 西皆是有 这个三道 就是指哪三道呢 就是烦恼道 夜道跟苦道 那这个三道呢 西皆是有 一切的有为 还有无常苦空 无我呢 那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观法 能够发得 就是暖顶忍 是第一法 就是四上根 之后呢 可以进入 就是 那个 圣道 入空 发得真五漏音 用真修道 那么这个是属于道地 那这个呢 也是有的这个部分 也是有的这个部分 那 子果 忌断 那么 德 有 无 有余跟无余 涅槃 就是生生灭尽的时候 生灰灭尽的时候 就是无余 还有身体的时候 就是有余 子果忌断 子呢 子果主要是指的是 过去烦恼所生之果 叫做子果 子果 那另外讲 子就是种子 就是种子 所生之果 叫做子果 叫做子果 这个就是 那个子果 就是指烦恼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果子 我不知道同学 有没有看过 果子就是果 所生的种子 叫做果子 就是两个字 有时候会 那个就是颠倒 有时候会颠倒 那主要是指的是烦恼 所生之果 那这个烦恼断了 那么其实就可以 正入涅槃 那得有余 无余之涅槃 那所以大吉经有说 就是圣生之理 不可说 第一十亿 五生字 那诚如比丘 与诸法 获得真实之之鉴 诚如比丘 主要指的是 那个叫诚如比丘 那他所代表的意义是 佛陀成道之后 所度的无比丘当中第一个 他是第一个被度化的 那此呢 则阴灭会真 真呢 亦是有 那此是诸阿必滩 论之所生 见有得到 那么这个是属于有门 有门 那同学 如果说有同学对于 大吉经的一个引用 引用在藏教 这个地方会感到疑惑的时候 其实我可能就做一点说明 大吉经是属于方等经的一部经 而方等经呢 其实他所诠释的不只是大圣法 我不知道同学对叛教还有没有概念跟印象 方等经其实里面的一个就是经文的一个内容所诠释的 四教法都有 藏通别缘都有 藏通别缘的教法都有呈现在方等经当中 所以引用大吉经来说明藏教的有门 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比如说其实这个是 这个是在资格大师叛教当中 非常非常就是正确的这样子的一个 教理的一个诠释 跟那个就是解释的一个引证 这是有门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看第二个空门的部分 就是吉呢 是比较西正因缘 无名老师苦吉二弟 三甲虚伏 破甲石 然后吸入空平等 发真无漏 那因空呢 然后可以见得就是真谛 空呢 吉第一亿之门 空是第一亿之门 那这边有一个词叫做三甲 就是阴沉甲 相续甲 跟相代甲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是一样是在 主要是从诚实论上 所出现的名称 诚实论上所出现的名称 而这个三甲 我相信同学是不陌生的 在这边其实算是 有点在回复 重复有关这个三甲的 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阴沉甲的阴沉 主要是指的是 一切有缘法 是从因缘而所生的 所以叫做阴沉甲 它的名称的解释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属于 法甲的这个部分 那相续甲的 内容的意思是指 有缘法的一个 前后相续的一个存在 这个是属于相续甲的意思 相续甲 比较多呈现在心念 念念相续 当然也可以讲到说是 有缘法 所有的有缘法都可以这样子的 呃呈现有关相续的一个状态 相带甲其实就是 有相带的一个意涵 的一个呈现 比如说短对长 高对下 胖对瘦 丑对眉 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对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识 苦对乐 这样子的一个法的一个 就是呈现 这个有关三甲的意思 因尘相续跟相带 那这样子的一个 世间样貌的呈现 其实都是甲的状态 都是虚服的 都是扶虚的 那破甲时就可以入得空平等 发真无露 因空见真 空呢就是第一之门 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有门举的是交成如比丘 而空门呢 举的是须菩提 须菩提 那须菩提在时事 就是在自己本身修行的地方 观呢 生灭无常 然后入空 然后因空呢 得以成就佛道 见佛性 那自得大师说 孔此是诚实论之所生 就是说 怕这个是诚实论之所生 就是这个是诚实论所做的 所呈现的这样子的一个内涵 呈现这样子的一个内涵 这是有关空门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空门的部分 那我们看底下 就是有空门 就是亦有一空门 亦有一空门 那这个呢 是比较名了正因缘生灭 亦有一空 若禀此教呢 就是能够破偏执有无之见 见因缘有空 然后呢 可以发真无漏 因有无见 然后见 因为有无 可以见真 然后有无 这个即是第一意之门 第一意之门 这里举的例子的代表人物是 加瞻眼比丘 加瞻眼比丘 而加瞻眼呢 他在那个佛陀时代的一个身份 是论意第一 论意第一 就是在论意上 这个地方是一个 就是常才跟特色 那因门 然后入道 所以做坤勒论 坤勒论 还生此门 还生此门 这是有关 亦有一无门的这个部分 那第四个 非有非无门呢 就是比较呢 然后名正因缘生灭 非有非无之理 那若禀此教呢 就可以破 就是有无边斜的一个执着之见 可以见到那个因缘的这样子的一个 非有跟非无 然后可以发真五肉 因为非有非无 见真非有非无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意之门 第一意之门 而这里举的例子是车逆 车逆 我不知道同学对于车逆还有没有印象 那之前其实我们有看过车逆 他的一个身份 其实是佛陀出家的时候 帮佛陀从城里面带出来的那个马夫 没有错 他的一个驾驭者 然后他出家之后呢 其实就是也是蛮有名的 他是六群比丘之一 六群比丘之一 那他的特色就是恶口不改 就是讲的那个话是恶的 恶口不改 所以他又有一个名称叫做恶口 恶口车逆 恶口车逆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佛陀要涅槃的时候 其实车逆比丘还是一样 是没有得到哦 没有得到 所以那个在大致对论的时候啊 在佛陀涅槃的时候呢 那个阿难曾经问佛陀 说像恶口车逆啊 要怎么样跟他共住 那佛陀要离涅槃的时候 就跟阿难讲 说像面对这样子的众生的时候 用磨柄的方式 的这个方法来对治他 就是在一个僧团当中 他既然是这样子口不择言 而且讲话其实又非常非常的不善 所以就不要理他 看他有怎样的方法 来去做下一步的一个动作 结果因为这个方式 而在佛陀涅槃之后 车逆啊 得以正德果位 所以他有正果 所以有正果 所以不要说他是恶口车逆 就看不起他 瞧不起他 还是一样是非常有三根的 非常有三根的 那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方式 可以说这种莫柄的方式 是非有非无 所以因此而入道 未见论来 所以有人言独子阿碧坛 然后生此意 独子阿碧坛是指当时部派佛教当中的独子部 而独子部呢 同学如果说 很陌生 没有关系 阿碧坛是论典的意思 就是独子阿碧坛 就是独子部派的一个论典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非有非无门的论述 其实有做说明 有做说明 那独子阿碧坛呢 他其实他有他们的一个主张 而他们的主张是什么 就是底下自耳大师所诠释的 他笔论明 就是他主张什么 主张这个我是在第五个不可说帐中 就是他也是说我 但是这个我呢 跟就是一般佛陀所说的我我不一样 以及世人所说的我也不一样 他把这个我呢 的认知放在第五的不可说帐 他是不可说的 有我但是不可说我这样子 我呢非三世 所以说是非有我 然后非无我 故非无我 词呢恐未可定用 因为这个部派 其实会有一些争议 因为有人把这个部派的一个说法 当作是外道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部派 当时是有受争议的 为什么 因为他讲他是我的 但是这个我的一个解释又非常有特色 是不可说的这个我 跟一般世人所认知的这个有实在的我 又不太一样 又不太一样 那这里呢 其实就是等于说当作一个参考 因为讲到非有非无门嘛 所以等于说是把这个部派 纳入来当作一个解说的一个 就是其中一环 那当作是一个住脚啦 当作是一个住脚 那到这个地方 等于说是把藏教呢 在这里四门 其实做一个结束 那通教的部分 我们下一节课再来看 同学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好同学 阿弥陀佛 底下我们来进入有关通教四门的这一个像 这个教像的一个就是说明 那我们来看就是通教四门 那这个是指的是摩赫门 摩赫眼门就是大圣之门 它有分两种 就是通通跟通别 这样子的话 这两种不可偏去 从通通来论四门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上通三藏嘛 下通别缘 所以上三藏四门呢 都是属于灭色入空 那灭色入空 它是用分析的方式 所以析时人头等六分 分析的方式 把人分成六分 人头跟四只加起来就六分 所以这样子分析的时候 知道说我们所执着的这个人 是不可得的 因为不可得 所以是空的 那这是属于藏教的部分 而通教的四门不是 不是像藏教这样 通教的四门是极色时空 如观镜像的时候呢 这个六分其实不用分析 而这个六分就是空的 不用待分析之后 知道说它不可得 那它是空 不用 所以大致度论上有说 佛刚尔比丘观空极叠 观叠极空 这个就是属于体门 一膝门 就是这个体空的这个方式 不同于膝空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是体门一膝门 那三藏呢 就是观深空得到 那那个就是三藏观深空 那得到之后呢 更观法空 就是那个就是深空 其实所得到的就是有关正的就是出国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见或破除 那见或破除其实等于说正得虚托还正得出国 之后呢更观法空 后来其实把私货的部分其实也一并断除的时候就可以观得法空 那深空法空两进是不容的 先断深空之后再那个观法空 先断见或之后再断私货 而呢在通教门的时候呢 深空跟法空是相及的 法空跟深空也是相及的 无二无别 所以大品波罗经有说 就是色性如我性 我性如色性 此二呢都是如患如化的 所以有人言三藏破济实性 然后约实法求我不可得 那这个是观性空 那大圣呢 所说明的是相自性是空 不必减己为空 不用再去看自己本身不断不断的分析 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是一网之言 那在大品波罗经有说 常性空无不性空时 小了诸法如幻化水月尽相 这个就是其指向空 有时候其实大圣说的不只是空 在这边所说的 其实还是含有妙有的 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所以其指是向空而已 所以只曰此幻化 己叛四门 论于呢一切实 一切不实 一切意实 一不实 一切非实 非不实 那佛呢对这四句广说第一意习谈 所以用这样子来看 就是在谈到通教的有门的时候 就是一切实为有门的时候 那对于有关业啊 国啊 善啊 恶等法 那这些法都是幻化的 乃至涅槃 那这种幻化 比如 信中之相 虽然是没有实性 但是它有幻化 头等又分 所以这个是有门 所以这个有门 其实这个有不是实有 是幻化之有 幻化之有 所以一切实为有门 所以诸法呢 既然是如幻如画的 那幻化本字无实 它是不是实在的 不是实在的 所以是空的 乃至涅槃 也是一样是幻化的 那如信中之相 假有形色求不可得 所以因为求不可得 所以是空的 因为是幻化的 是有的 求不可得 是空的 那诸法既然是 如幻如画的 所以是有 那幻化不可得 所以是空 如呢 信中之相 见而不可见 不可见而见 所以呢 是亦空亦有 亦空亦有 那在幻有呢 是不可得 那幻空而当 怎么会可得呢 所以幻有既然是不可得 幻空也不可得 所以是非空也非有 所以是两舍为门 所以是两舍为门 两舍为门 所以以上其实就是通教极空的四门 通教极空的四门 通教极空的四门 那如果三圣共饼的时候 那根性不同 就是身为原觉跟菩萨 因为根性不同 那么对于四句入第一意 所以四句 就是根性不同 那用四句入第一意 当然结果也不一样 当然结果也不一样 所以此四句呢 都是门 都是门 那清目的一个住论云 诸法实相有三种 而这三种指的就是指的是三圣人所入的实相 的这样子的一个三种 所以今是三圣人呢 同入此门 见第一意 那么就是极空的一种 极空的一种 而这个清目住论 主要就是住中论 住中论 因为其实在汉帝流传中论的一个住宿 只有清目这一家 只有清目这一家 这是有关通教的这一个部分 通教比较简单 就是如幻如画这样子而已 相较于藏教的这样子的一个西空 以及对于那个借货私货的这样子的一个 迷向上的一个分杂 通教其实就简单多了 那我们来看别教的这一个部分 别教 别教有四门 如果用中论记的话 其实就有义名为假名 然后来变四门 那吉如大志论上的一个四句 那此呢 意思就是此四句之意 就是四门 有无一无一无一无 跟非有非无 那别者 就是下义长通 那有七义故别 那同学一定会很奇怪 不是有八义吗 就是教理治断 然后行为因果 对不对 那这边呢 其实不取教的原因是因为 在这个教别之下 而有七个 教别之下而有七个 所以就没有再把教呢 包含在里面 因为别教就已经是教别了嘛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教别 再加上其他的 就是理治断行为因果七个 所以这样子的话 其实加起来就是八个 那下义长通 上义远教 又呢立别 然后入中 空甲中这样隔别 这样入中 空 然后甲来中 所以叫做别 此义呢出于涅槃经 大波涅槃经 但多散说 金曰儒等论 那么就可以显别教的一个四门 就是用儒若生书手书来说明 来说明 那文云 就是佛性儒儒有若 食重有金 立誓而诛 这个指的就是有门 有门 那这个都是属于比喻 都是属于比喻 那如如有落 就是如中有落 这个可以理解 这个就是意涵上的一个表现 就是如中有落 而呢始终有金跟立誓而诸的这个部分 我相信同学应该有一点点认知 文字所要表达的就是 就是烦恼当中 或是众生当中有佛性的意思 那始终有金的意思就是始 石头当中有金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而这个呢 其实还是一样是出现在就是经典当中的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就是国王 有一天呢有一个泛制大泛制来到他的国家 而这个泛制呢就是因为过来 所以这个国王很虔诚的去迎接他 然后他就为国王说法 他说国王你应该要知道就是 依烦恼之身来观如来之身 然后国王就说要怎么观啊 然后这个泛制就跟他说 这个此身就是如来藏 这个如来藏是指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的是一切烦恼的一个诸够藏当中呢 其实就具足佛性佛性满足啦 而这个佛性满足比喻 比喻什么比喻时中有金 所以时中有金在这个地方就是出现的 比喻时中有金 木中有火 地中有水 乳中有落 麻中有油 子中有河 藏中有金 魔当中有象 胎 就是孕妇当中有胎 云当中有太阳 所以其实这个整个的意思就是说 烦恼当中有如来藏 烦恼当中有如来藏 而这个看到如来藏就可以看到 这个如来藏的名称出现 不是别教法就是原教法 而在这边呢 其实就呈现在别教当中 四门的有门 四门的有门 就是烦恼当中有如来藏 有如来藏 而这个烈恼而诸呢 也是出现在经典当中 所以看到这个词 其实稍微认识一下 经典当中的一个例子也不错 例子也不错 就是在国王家 他呢有一个大力士 这个大力士他的眉间有一个金刚珠 有一个金刚珠 有一次这个大力士跟人家就是 就是相扑嘛 然后对方就是用头 然后抵触他额上的一个珠 这个珠 结果这个珠掉下来啊 这个掉下来可能太大力 就直接掉到他的一个皮肤当中的 一块皮肤当中 他完全都不知道 他完全都不知道说 他这一个就是珠掉下来 甚至直接进入他的一个皮肤当中 所以他也不知道珠在哪一个地方 但是过不久之后呢 他的皮肤有长疮出来了 所以这个长疮他就去请教那个医生啊 这个医生其实知道 一看就知道啊 这个是窗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知道是窗呢 他就看他为什么会生窗的原因 原来是有一颗珠子 跑进他的一个皮肤里面 然后呢 这个时候这个医生就跟他讲说 你知道你额上的珠在哪边吗 这个利是突然吓一跳 他说我的额上的珠怎么不见的 所以这个医生才跟他讲说 你的珠其实是跑到你自己本身的一个身体里面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珠呢 在他的一个身体里面 其实是没有遗失 没有遗失 那在这边其实也是一样是比喻的 就是有门的遗失 有门 跟佛性隐藏于众生心中的意思是一样 以及本具佛性的意思也是一样 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顺便 顺便把它就是介绍 这个有关这个典故 那我们看第二个空门的这个部分 若鸣呢 十无金性辱若性众生佛性 有如去空 大坡涅槃空 以及家壁裸成空 那这个就是指的是空门 空门就不再多做解释 那有关大坡涅空跟家壁裸成空 以前也是一样是有看过 有看过 这是有关空门的部分 第三个 又云呢佛性亦有亦无 云合为有 就是一切众生呢 西皆有故 那云合是五呢 是从善方便而得见 又譬如鲁当中也是一样是有弱性 亦无弱性 就是用这样子的亦有亦无来做说明 就是亦有一无门的这个部分 说有也是样是说五也是 那若鸣呢佛性即是中道 那么就是浅除掉有跟五的两边 浅非两浅 双非两浅 又譬如鲁当中呢 非有弱性也是非无弱性 这个是非有非无门 非空非有门 的第四门 那别教菩萨呢 秉此四门之教 然后因为见得佛性 住于大涅槃 故此四句呢 即是别教的四门 以往用你别门 经文或使为原门 此意在下了解 就是说 刚刚有所引用的经文 有时候是用原教的意思来做引申 但是还是一样是可以简别的 还是可以简别的 那这个是属于别教的 这样子的一个四门 而原教的四门呢 在这边其实是简略的 就是四门所说明的是佛性第一异地 一往与别门的一个名义 其实是一样的 讲的是佛性 但是呢 仔细细看他们的一个意思 其实还是有他的一个不同 那分别同意在下伪论 就是在第九卷的时候 其实会有说明 有关原教四门的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所以原教四门在这边 其实是没有说的 没有说的 那我们要看的 其实是直接看有关入门观的 这一个部分 入门观就是怎么样 丙不同的教法 而入十项之门 而入十项之门 所以还是一样是从 藏通别源的这一个教法 来看他们的一个观法 来看他们的一个观法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第一个 这里有分两个 就是有关入门处 然后入门观 那先看入门处的这个部分 能通教门大为十六 所通之理呢 但是偏远两真 偏远两真 前八门呢 就是同入偏真 后八门呢 同入圆真 同学应该知道 前八门指的是 藏教跟通教的 有无 亦有一无 跟非有非无 所以前八门 那藏通二教都入偏真 都入偏真 入的是有关那个 就是空的这个部分 淡空的这个部分 那后八门就是别教跟圆教的 有无 亦有一无 跟非有非无 入的是圆真 圆真其实也可以说是中道理啦 中道的一个地理 那就是后八门入的是圆真 那这边就问何故呢 偏真理一门 然后八呢 那这边有就说 这边就说了就是三藏四门跟同教四门 而三藏四门是迂回遗漏 名为左度 那通教四门呢 是属于大圣的 好圣摩合眼 宽直 巧度 那门呢 有巧拙的一个不同 那能通其实就有八个 理 其实就是一个 那不同的门入的就是一个理这样子 那所通就是唯一 所通就是通的这个理的意思 譬如周城 那开有四面的门 那四面呢 那四面呢就是偏门以辟于三藏 而直门呢 辟于是通教 那四门直门以辟通教 那偏直 既书能通尾八 始君是一 所通不二 就举了很多例子 那这边其实都是一种比喻说明 那主要是在说 藏教跟通教 它的一个不同 门的这样子一个曲子不一样 但是所达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理是一的 那别教四门呢 是偏 但是未融 那圆教四门是圆 而且融 就是有关偏圆 还有融跟不融 它的一个不一样 就是有关别教跟圆教的这一个部分 那偏圆既然是不一样 那能通呢 其实有八个 那圆既不二 所通为一 譬如帝臣呢 就是开四面门 四面的一个偏门呢 比喻的是别教 四面的直门比喻的是圆教 偏直不一样 能通是八 但是帝尊只有一个 所以所通为一 他所说的跟我们的藏通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这边呢 其实就把帝尊搬出来了 就是更殊胜 而且是帝臣之门 帝臣之门 这个是有关 那个就是别人二教 他的一个状况 他的一个状况 那底下这个问答 就是小圣呢 是一种士门 那摩赫眼为什么有三种士门呢 这边其实问的还不错 小圣其实就是藏教嘛 对不对 但是通教的时候 就已经是入磨合眼了 同学如果 还记得刚刚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时候 所以 入磨合眼 那通别圆 就是有三种的那种磨合眼 所以有三种士门 那知者大师的回答是 那知者大师的回答是 小圣是浅静的 一生断结欲如小家 那大圣是深远的通处则长 披如大家 那么这个就需要虚开呢 需要千门万户 三四那何足为多 这是有关小圣的浅静 跟大圣深远的这一个不同 因为深远 所以所开的门 就要更多 就要更多 因为问 磨合眼门哪得三人见真呢 就是为什么会有三种人 可以见得就是真谛 就是圣文元节菩萨 然后就是浙大师说 四门正义通大 旁通于小 譬如王国有通门跟别门 那别门可以通朝世 通门可以通朝世 不一样 别门跟通门的这个朝世不一样 不可以明术登建 所以这个是民间之门 那以就是世间国王的 这个通门跟别门来做比喻的 举例是这个样子 然后说明磨合眼的通门 大圣的门也是一样 他呢可以正通十项 旁通真谛 这个真谛其实就是指的是 二圣圣者所入的这样子的一个偏真 的这个真谛 所以三圣呢 会断 经由此门 不可以偏通 兼通偏真 然后 而名呢 小圣之门 而名小圣之门 这是有关 摩合眼门 为什么是三人见真的原因 是这个样子 那包括那个菩萨的这个部分 包括菩萨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都是属于小圣 小圣 第二个就是略是入门观法 略是入门观法 那这个入门观呢 就是先明三丈有门观 那比那有门当中 那具于信法信行 文说呢 己物 此心己利得到方法 难可是人 所以一样入门观法 从藏教开始说 而这个呢 有点像我们在读有没有 在读那个就是 教官宗中科士一样 这个实圣观法 从藏教开始来讲 藏教来开始来讲 所以一样就是有 实圣观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实圣 所以在讲到 就是约法行观门的时候有实义 一样就是认识所观之尽 发菩提心 发正发心 不是菩提心 真正发心 第三个是尊修定会 第四个是能破法篇 破法篇 第五个是善之同色 第六个是善用道品 第七个善用对质 第八个善之刺猬 第九个善能安忍 第十个是法爱不生 那阿碧坛中具有这实诚意识 赎尔大师是把它归纳出来了 但是呢在布派的论点当中的 这样子的意识是比较散的 那论师呢受益行道 不知道要依何而休 如获其入末世所从 那这边呢就是精错起要义 通贯始终 那么我们就可以认识到 有门入道的这一个观法 这个观法 所以赎尔大师的一个归舍力 非常非常的强 把那个就是论点的一个修学方法 归纳成这十条 而这十条呢 其实是从藏一直到圆 就是这十 但是方法不同 所呈现的结果也不一样 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 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我们清楚多了 清楚多了 我们来看第一个 明所观境的这一个部分 明所观境 那当然到圆教就是观什么 不思一境 观不思一境 而这边藏教就是明所观境 而这边明所观境呢 其实就有一个概念 这个所观境 藏教的一开始 他所要观的这一个因缘境 一定会跟世间外道有所区分 就是让我们真正能够掌握 真正佛法的那个因缘观的一个正观 所以这边就是世正无名因缘 生一切法 若为世间苦乐之法呢 从必扭天生 或者是从世间的一个信生为成生 这个就是指的是邪因缘而生 就是讲到因缘生 就是讲到生呢 他们都是有一个源头 然后出生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这样子就是属于邪因缘生 那不管是从哪边出生 微成生 世姓生 或者是弊牛天生 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是属于邪因缘生 若言自然法耳 无谁作者 那么这个是指无因缘生 人都是自然而然就是出现的 那无缘生呢 是破因而不破果 而邪因缘生呢 是破正因果 而这个呢都不是正因缘境 所以不应该观 不应该观 这个是区分了 区分所谓的邪因缘 无因缘跟正因缘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 术存灵虚 润破灵虚 此与邪无相难 代非正因缘境 这个灵虚的意思就是极为 极为 极为是什么就是设法的最少的分 接近虚空啊 接近虚空 那有的就把这个呢 灵虚当做是一个设法的一个根本 设法的根本 然后 但是问题是 他还是有啊 即使是灵虚 他不是无哦 他还是有 所以论破灵虚 那这个跟邪无相混乱在一起 一样不是正因缘境 何者灵虚又无未免而见 由是无名颠倒 岛呢 所以是极 极呢 所以会感得粗细等色 无名颠倒既其不实 所感的这个苦果报呢 哪得定计有无呢 所以大致论上有说 色若出若细总而观之 是什么呢 无常无我 那无我虽无主 若出若细若阴若圆若圆 若苦若己若依若震 这个都是无常无主的 都是没有一个主宰性 所以都是无名颠倒所做 我们也是一样 都是无名颠倒所呈现的业果 业力的一个呈现 如阿碧坛门广说 那么这个是 是正因缘所观之境 跟外道的一个邪无因缘 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也是一个初步啦 就是真正认识佛法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要点 知道所有的法都是因缘所生 因缘合合所生 因缘合合所生 第二个就是发心真正 真正发心 真正发心 那这边呢 既然是认识到无名的一个颠倒 然后呢 流转行事 乃至老死 如玄火轮 欲休息解业 正求涅槃 然后呢 发二圣心 出离见爱 不要名利 所以这边 发的是二圣心 而这个二圣心 就是要出离所谓的 见爱之祸 所以不要名利 淡破诸有 不增长苦疾 为至无余 至在哪里 至在无余涅槃 至在无余涅槃 这样子呢 心清静 不杂 然后不畏 此心真正 名为真正发心 真正发心 而这种真正发心呢 不同于外道天魔 外道天魔 其实以我们这样子来看 这样子的心 其实也是一样 是非常非常的 令人尊佩了 它能够不为名利所动摇 而且心能够清静 而且能够不杂不畏 这个是属于发心真正 真正发心的 这个部分 第三个 我们来看就是 尊修定会 就是行人呢 既然是要求 誓求出有 誓求出有 是什么 出三界之有 出离轮回 誓求出有 所以呢 依什么 依波罗提目差 读修到 一界而助 然后修行道法 但是呢 罪障分持 心不得安 道呢 怎么会可以 就是可以 可以了达呢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修什么 修四念处 身受行法 学五庭新观 述书 述习不禁 因缘 念佛 跟那个就是 戒分别 等等的五庭新观 然后破五战 然后五庭世观 即是定 然后这个定呢 可以生念处 而念处就是会 那会定均庭 所以叫做安心 就是在会跟定这个地方 可以达到调庭 那这个就是安心止观 安心止观 又呢定会调世 所以叫做庭心 庭心 那如果说没有定会的时候 若单定会 若不均调定会的时候 都不明叫做闲人 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 其实我们在 葬教的部分 或者说不要叫做葬教 葬通别人都有 在入圣之前的阶段 其实就是闲 都是闲 就是已经是 可以称得上是闲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不管说是那个就是 外反位或者是内反位 的这一个部分 而呢在这边有说 就是你的那个定会没有调的时候 其实还不够资格 叫做是闲位 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格 如呢世间闲人 智德俱足 智呢则弥所不闲 德呢则美行无缺 那这个是讲的 就是世间闲人的标准 而志者道是用两个人来做代表 就是许游跟草妇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称作他们是闲人 他们是闲人 而这里的闲人 比较可以就是有所对应的就是 是藏教的就是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修学方法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而许游跟曹夫是谁呢 这个其实还是要推到就是 尧顺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那个时代的其中的一个两个人 这个许游就是说那时候其实尧 那时候当皇帝嘛对不对 皇帝那时候就听到许游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啊 所以他就聘许游 当做是他们的一个九州长 算是一个州的一个就是 的一个拎导者这个样子 那这个许游 他听到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做了一个动作 就跑到河边去洗耳朵 洗耳朵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曹夫 就是底下的这个名字叫做曹夫 曹夫这个时候就牵了一头牛 然后到西边去喝水这样子 然后就看到他在洗耳朵 就很奇怪啊 就说人家在洗 洗洗洗 都是从脸开始洗 你怎么都先洗 你怎么却是从耳朵开始洗这样子 然后那个许游就跟他讲说 因为呢 尧聘我当做是九州的一个就是领导者 九州长 我不喜欢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的一个消息 那所以我就洗我的耳朵这样子 那这个曹夫就讲了一句话 非常意味深长 他说我听说豫章之木 就是很好很好的这一个木 它是生长在深山的一个山上 而生长的那个地方 没有马车可以到达 而且往下来的时候 就是下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是 非常非常的一个艰险 就是没有人可以到达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所以要做木匠的想要取得这个木头的时候 往往没有办法去取得得到 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来看的时候啊 你想要避世 就是你不要让人家知道你 你为什么不要把自己藏得好好的 你还是有把你的名声露出来啊 所以你没有好好的藏好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 而呢浮游人间 然后其实有在贪求名利的可疑性 意思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说我想要让牛喝水 我觉得这边其实 会脏了我牛的嘴巴 所以把牛就牵到上游那个地方去 所以非常非常的那个亲近 非常的有他的一个看法 不过这两个人其实都非常非常的 就是心存心智很高啦 可以看到他们那种不要名利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但是一个比一个还高 一个比一个还高 那治德大师把这两个人 把他归纳两个都可以称作是贤 都可以称作是贤 那呢如果说若多呢 治然后寡德 那这个是属于狂人 那多德寡治呢 这个是属于痴人 就是有关治跟德 就是不相称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狂还有痴呢 都不是贤 都不是贤 而贤呢明贤能也叫做贤善 善呢所以是有德 能呢所以是有治 所以治跟德 其实两者都兼具 都兼具 所以称作是贤人 行者也是如此 修思念处之会 学五庭心定 那定会那么就可以聚足 定会就可以聚足 这边其实就讲到有关狂人的这个部分 狂人其实在这边 其实所呈现的就是智慧比德 这个部分 还要再高很多 好像我们世间可以看得到 某一些可以看到类似于像狂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状态 这个是属于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叫做狂 还有另外一种狂 在那个大制度论上也有提到另外一种狂人 就是属于比较有邪知邪见的狂人 而呢这样子的人 其实是比较不为世人所知道说 这样子所呈现的是属于狂人当中的一种 举例就是大制度论上有说 就是南天主有一个法师 他这个时候法师他高作为国王说法 说五戒 然后在座听的其实有外道 那这个国王听了之后 其实就问难 问难这个法师 五戒就是沙道淫妄还有一个酒 对不对 然后他就问法师 他说如果说 连不施酒还有自己喝酒 都可以得到狂瑜的果报的时候 那为什么在时下 好像那个狂瑜者其实不是很多 而且正见的比较多呢 然后这个外道听到的时候就说 对对对问得太好了 问得太好了 这个法师一定没有办法去回答这样子 然后这个国王其实非常非常的聪明 然后这个法师他没有回答 他就用手指了这个外道 指一指之后再说其他的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外道就跟国王讲说 你问的果然是非常非常的甚深 这个法师没有办法去回答到你的问题 然后他就说了其他的事情 根本对你的问题都没有针对这样子做回答 这个国王很聪明 他就跟外道讲说 没有没有法师已经说了 你自己不知道 而且这个法师为了要保护你们 所以没有直接把他说出来 因为他刚刚手有指着你们 然后指着你们指的是说 其实狂的很多 就像你们这样子一类的人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外道是以灰涂身 而且裸形 而且呢 法法然后握刺 等等的这样子 非常非常不合道理的一个修行 有时候冬天还入水 夏天还要让火锁 那个就是烧智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修行状态 这也是一种狂的相貌 狂的相貌 所以以这样子来看待 其实这个是属于 也是另一种狂 跟所谓的这边的多智寡的狂 其实又有 有点不太一样 那世间人的狂 跟所谓的外道的狂合起来 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种狂的相貌 很多很多 所以戒法很重要 很重要 那在这边 其实就可以知道 戒法的一个保护性 其实是很强的 认知戒法 在修行道上 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好 在底下我们来看 就是有关五庭心观的这个部分 底下的这里 其实所列出的就是五庭心观 述习不尽 此心因缘跟念佛 这边其实念佛跟戒分别 有时候是交换的出现 素席 云河呢 就是素席 他去足定位 至诸觉善 然后呢 从一至时 觉就是指 就是粗的一个分别想 至诸觉善 从一至时 知习即数 无常生命念念不停 又呢 若观不尽的时候 就是素席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修行的一个方法 那观不尽的时候呢 就是身厌惠恶 能观所观 无常生灭 素朽虚狂 狂诛众生 然后 这个是属于观不尽 好 不尽观 厌观起灰 就是成灰心的时候呢 这个就要修此心观 所以需要此定相应 见他得乐 那就知道此定呢 即彼乐像 无常生灭 那因缘观的时候呢 横观四生 那俱是因缘生法 四生就是自生他生 然后共生跟无因生 这个都是属于因缘生法 然后素观三界 也是一样是因缘生法 从原生者都是无常无我 诸葬其者应需念佛 一如是 所以是名五庭聚修定会 聚修定会 所以那个有观念佛 其实就是要除障 所以诸葬起的时候 需要念佛 这个都是有他的一个对质功用 对质功用 像词就是对质灰 因缘就是对质吃 不禁就是对质贪 素席就是对质散乱 这是有关五庭心观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有定故不狂 有会所以不会吃 那以这样子来修行 就会安心 为重行的一个机制 然后可以怎么样 生暖鼎 然后入苦忍真名 就四三根 暖鼎忍 然后四第一位 入苦忍 然后真名 临圣为贤 就是在入圣之前 戒临圣 那么这个是贤 意在于此不同于外道 不知转遥 将有难得 旷富若书登也 这个真的是在培养我们的正之间 整个有关五庭心观 跟那个就是有关那个四念处的部分 其实定根会的一个相辅相成 以及相平衡 同时的一个就是同时的一个并境 在修行上是很重要的 没有所谓的偏重偏破 偏重跟偏破 第四个是破法偏乘 破法偏乘 就是 见有得到 那么其呢 安心定会 若五庭心之后呢 就是修功念处的时候 待不尽等 然后偏破主法 事理西成 若五庭心之后呢 单修信念处的时候呢 一向理官 以无常智慧偏破诸见 破见之官呢 如中论下良品所名 那这边其实就是有等于说三种念处的两种在这个地方呈现 同学应该有一点点印象 三种念处就是信念处 共念处跟原念处 对没有错 而信念处的方式就是直接修理官 理官 关什么 关无常的这样子的一个智慧 的一个空心智慧 这个是属于信念处的这一个部分 而共念处呢是指跟定 指官一起修的 指官一起修 所以那个在五庭心之后修共念处 而且带所谓的不敬观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修法 这个是属于那个就是共念处 而这样子的一个修法 不仅可以得到那个就是智慧 空的智慧 而且呢 而且可以成就有关定的功夫 所以其实真正在修信念处所得到的 跟修共念处所得到的成果不太一样 所以修信念处所得到的 可以得到慧解脱阿罗汉 共念处所得到的可以得到拒解脱阿罗汉 那当然在修原念处的话 其实有助于度化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方便 这是属于共念处跟信念处 还有原念处的这样子的不同 而这边呢 这边所提到的是共念处跟信念处 共念处跟信念处 佛呢初转法轮 不说于法 但明无常 骗颇一切的一个外道 若有若无乃至非有非无 神呢即世间长无常等 62件使得清净 62件使得清净 而这个62件指的还是 是属于三界的烦恼 三界的烦恼 当然你说 怎么样算是62 这个我想就不用再多说 它的一个算法是有机可循的 而且可以算得出来的 就是有关欲界多少 色界多少 无色界多少 而加起来总共就是62 那在这边其实我就不多说 不多说 就是总共就是三界的一个见惑 然后有那个62件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这样子的一个修持之后呢 62件其实这个见惑 就可以得到清净 可以得到清净 今呢阿碧坦师说他破云 无常是小胜 常呢是大胜 常呢得破无常 无常不得破常 若得潜意呢此不应然 就是有关就是前面阿碧坦的一个说法 智者大师有分 在未得到之前 那执心所记的这个常跟无常 还有异常异无常 非常非无常等等的 这个是法成对异根而生起的这个珠件 那这个珠件呢 其实是从圆而生 从圆所生的 这个都是无常的 那常乐我经是属于大圣法 后面所讲到的就是有关 法性佛性的这个部分 跟外道所说 这里的常乐我经不一样 外道所说的这个常乐我经 是属于颠倒的 这个颠倒是颠倒于 无常苦空无我的这样子的一个颠倒 那外道的这个常乐我经都是四道 都是可以用无常来破之 因为他执着世间的一个相貌 是常乐我经的一个相貌 所以用所谓的无常苦空无我可以来破 所以后面举一个例子 就是有关五百比丘与达多 达多就是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 那这边是用这个多字 这五百比丘就是跟提婆达多说 但修无常可以得道 而且可以得通 什么意思呢 就是提婆达多 那时候在修道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跟那个五百比丘学法 那他从这个五百比丘学法 主要是要学神通 那这五百个比丘都什么都没有教他 只有说修无常可以得通 而且可以得道 这个就是讲到修无常的重要性 那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如六群比丘为他说法 那也是一样是纯说无常 虽然六群比丘我们会觉得说 他是二比丘 但是他是粗狂的 但是他所说的法 不会违背佛陀 不会违背佛陀所说的一个圣教 不违背佛陀所制的这一个法 所以纯说无常 纯说无常 所以当之见无生浅 都为无常所破 不同就依存用乳药也 这是有关 就是有关我们对于佛法最初开始的一个认知 所以如果一下子认为说 什么都是常乐我尽的 对于所谓世间相貌的无常苦空 无我没有了达的话 在这里就很容易起错误 很容易起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也是一个 一个等于说是入佛法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开始的一个认知 那这边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强调嘛 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 对世间相的认知的一个无常苦空 无我乃至出离心的重要 在这个地方要先奠基 要先奠基 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一个地方 等于说是实圣观法当中的破法篇这个地 好这里 那下个礼拜呢 我们再往那个有关官城的这个地方 实修的一个观法这个地方 往下进行 而呢进行是藏教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 同学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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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